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造船等各个领域中 属于中国首创的成果 其数量之大 水平之高 乃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所不及的 李约瑟博士在他所著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中 曾对此做出了公正的评价 他说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 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 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 第二 整体性 中国传统科技注重综合 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 所谓整体性是指概念或范畴的不可分割性 或有机性或关联性 例如 中国古代地理学就以重视 正地联系和人地联系为其特点 中国最早的地理概念始于周代 地理一词 首见于周易细词 这一概念的提出 有利于地理知识的集中和系统化 再如 中国古代农学理论 始终把天地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 强调获取农业丰收 必须把顺天时 粮地利 用人利 三要素加以有机结合 并进行统筹规划 在医学方面 中国传统医学理论 不仅把人放在自然环境 和社会环境的整体中 去剖析病症 而且始终把人当作一个整体 进行辩证实质 第三 继承性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代代相传 从未因为朝代更迭战火而中断 具有独特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造纸术和印刷术 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承 提供了技术手段 历代知识分子 引经据点调查研究 著书立书 使传统科学和技术不致淹没 同时 能够巧匠通过学统延续 和延传身教 使工艺技术代代相传 在科技典籍的流传过程中 中国历代科学家和学者 特别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 遵循经典著作的体力和方法 总是在前人著述的基础上 继承 研习 著书 著解 补充和改进 例如 历代医学家 把黄金丽经奉为经典 历代帝学家 奉汉书地理制为经典 数学家则将九章算术尊为经典 农学家则把奇名要素视为经典 这些例子都说明了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继承性 第四 官办为主 中国古代许多科学活动和技术发明 都是由历代官府集中大量 人力物力财力来完成的 许多科学家与技术发明家 同时是官员或曾经做过官 而且不少是朝廷高官 官府手工业代表着 最先进的技术和工艺水平 例如历朝历代都对天文立法非常忠实 设有专门的机构 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 研制大型天文仪器 在各地设置观像台 任命一批官吏 日夜观测天象 并加以记录和报告 编修立法 颁发立书等 又如造纸技术的改进 金航大运河的开辟 万里长城和大型宫殿的构筑 大规模的大地和天体测量 保全制造与正和下西洋等 都是由朝廷和官府组织和落实的 我们本小节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